不知道大家還記得沒有 1967年12月17日有TBS電視台連載的Ultra 7第12集 Rusei Yori, Iwako Medan 在這部特攝電視劇大結局後的3年 也就是1970年10月時份因為撈出風波而遭到官方封散 相信我在這條影片中已經講解到一清而楚了 如果還未觀賞這條影片的朋友 我強烈建議你先去看這條影片 然後再回到這條影片 不然的話,撈下來的內容你可能會聽到一頭無髓 實際上Ultra 7第12集 Iwako Medan這集之所以會被封散 這位關鍵人物需要扶上一定的責任 他曾經是Zibraya Pro的最佳拍檔 最後因為這件事而斷絕來往 雖然這位人興想盡辦法修補他與Zibraya Pro的關係 可惜最終事與怨為 他就是當時日本著名的Free Rider 但我討伐Shouji先生 究竟他與Zibraya Pro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導致利用者的關係越走越遠 那麼,今天就叫Gin Rai Shun 現在的頻道是 Gin Rai Shun 今天要分享的這位人興人,未必你不是太了解這一號人物 甚至你可能對他的名字都相當陌生 但如果你是特攝米還是怪獸迷 我相信你應該看過他的作品 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他不單是一位相當著名的Free Rider 更有怪獸博士之稱 同時他在日本科幻作家俱樂部佔了一直的地位 甚至更為70年代引起少年雜誌熱潮的男人 他就是大半槍屍 Otomo Shouji 但如果你不是資深的特攝米 可能你未必知道這條男人有什麼這麼猛 但我相信你對這一招插圖不會覺得陌生 雖然他真是很有創意、很有才華 可惜他的一個舉動導致Ultra 7第12集 You say Yori I will come back here 成為了歷代Ultraman系列作中 唯一一部遭到官方永久封殺的劇集 後來更因爲某一件事發生 導致他與Zibraya Pro的合作 發生決裂 從此農事不相往來 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本期的明星炮就等我們一齊來聊一下 Otomo Shouji 山高潮跌起的日生 前往你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鈴鐺 最重要的就是選全部以非不定期的選項 這樣你們才會成為第一批收到方向觀眾 示範開始前 馬上開始 1936年2月3日 在東京都東京市裏面 當時被叫做本鄉區 就如今已經改名為民經區的純天堂醫院裏 誕生了一個嬰兒 Sushimoto Toyoji 也就是我們熟悉的Otomo Shouji 山 Toyoji 山的老爸是一名記者 因為一次的公趕 老爸就帶著一家人貫遷到墨西哥去居住 當時只有兩歲大的Toyoji 山就在墨西哥那裡生活了三年 由於受到當地的古代文化 金字塔和石像的影響 種種的體驗令到Toyoji 山對非主流和宜端的時遇文 產生濃厚的興趣 這個也成為他為日後的怪獸熱潮一連串的天馬行空的創作 打下了禁忌 大學時期的他加入了推理小說同學會 不同的是 一般人參加推理小說同學會是因為對推理小說有著濃厚的興趣 但Toyoji 山參加同學會不是因為他對推理小說感到興趣 相反的他本來對推理小說沒有半年興趣 他之所以會加入全因為那邊喜歡推理小說的同學 都是熱愛意諺事與物的同類 之後Toyoji 山就退出了推理小說同學會 並加入放鬆研究學會 期間對文化電話極有興趣 最後自己更創立了文化電話研究學會 大學畢業之後的Toyoji 山雖然成為了房產鑑定師 不過在空檔的時間也接到了一些part time來做 由於他曾經在墨西哥生活了一小段日子 英文程度也算不差 因此在這段時間內他為一本名為 曼亨堡的商業雜誌上記 Otomo Shouji 的名義 將海外版曼亨堡中所練習的推理小說 從英文翻譯成人文的工作 因此Otomo Shouji 以一個筆名 就成為了他另外一個身份 到了1962年 Otomo Shouji 和他的高中朋友 其他Yuichi 洛杉磯 成立了科幻雜誌同豪會的社團 今年就開始推出SF雜誌 專門介紹各式各樣的科幻作品和知識科普 加上自小就受到古代文靈和金字塔等影響 促使Otomo 經常都會腦洞大開 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 其中包括寫小書和畫插圖 同年他亦擔當第二代日本科幻作家 特色電視劇 喔 可惜最終這部作品在開發期間開死腹中 Zibraya Pro 亦都爭落了一筆巨債 關於這一點可以去觀賞早期我所製作的Zibraya A字上任何事 Otomo 的處女秀就這樣拜拜 但後來他亦都因爲某個契機 而再次和Zibraya Pro 合作 差點忘記告訴大家 當年Otomo 就讀的大學是為以東京都港區的 慶應義塑大學 人家的大學又大又美觀 哪次得我讀的那間爛鬼大學 最後就被收購了 連影都沒有 為何我會提到這一點 因爲同樣就讀慶應義塑大學 還有Ijima Toshihiro 和Fujikawa Keisuke 他們 他們兩個都是Otomo 的大學前輩 亦是放鬆研究行會的行員 而且還在先後和Zibraya Pro 合作了 Ultra Q、Ultra Man、Ultra 7 這三部作品 其中Ijima 進入了TBS電視台工作 後來更出手替Zibraya Pro 解決了巨債的問題 但條件就是要和Zibraya Pro 合作 打造出一部以怪獸為題材的特色電視劇 Ultra Q 當時這個計劃還被稱之為 Unbalance 由於在製作期間 需要為作品中的怪獸和耳熟人參加設定 Ijima Toshihiro 就在這個時候 想起了大學時期 有一位後背的腦袋非常大 而且現在仍然活躍在日本的科幻圈中 因此就提供了Ultra Man作為這部作品的設計策劃 於是1964年Ultra Man再次趕上了這次的機會 再次和Zibraya Pro 合作一起參與製作Ultra Q 這部作品中的怪獸和宇宙型的設定 大部份都是出自於Ultra Man的手法 甚至到了Ultra Man中不少的怪獸設定 都是被Zibraya Pro所採用 二一點 奧托莫山可以說是功不可門 例如知名的宇宙恐龍 一代所發射的火球有一兆度這個設定 就是奧托莫山所設定的 當然還有一個較爭議性的設定 就是Ultra Man只能在地球上活躍三分鐘的設定 最初都是奧托莫山設定的 只是當時劇組最早沒有用上這個設定 而這個設定直到Kaitikita Ultra Man 才被Zibraya Pro定為官方設定 奧托莫山的能力是三分鐘之間 光碟是青到赤上的危險信號 奧托莫山頑張 在Ultra Q練習期間 他亦與軍事評論家 奧托莫山亦亦共同出版一本名為怪獸畫本的雜誌 用來專門介紹和講解當時正在協報的 Ultra Q中的怪獸幫助走人 而且這本雜誌當時還莫得A字上親自掛名監修 加上這段期間奧托莫山亦參與 擔任少年雜誌的構成兼編輯 並在周刊裏添加了關於Ultra Q的相關設定 從而打造出少年周刊的熱儲期 關於這個題目我會放在會議傳記中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點擊影片下方的訂閱按鈕 旁邊的Yoy button成為本輯的雷信君 就能夠看到一段未公開片段之餘 順便支持一個創作 多謝大家 That's why從1964年到1966年這一段時間 可以說是奧托莫山和Zubria Pro的Honeywood期 可惜後來發生了一件事 導致Zubria Pro和它割席 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我們接著看下去 1966年十二一號 正當特攝電視劇Ultra Man 播放得如火如蠔之事 火通莫山連同幾位畫家 一起出版怪獸大圖鑑的雜誌 內容當然是介紹和講解 東坊的怪獸電影系列 大英的加美拉 Ultra Q和Ultra Man的怪獸幫宇宙人 隨後亦出版了妖怪大圖鑑 一本專門用來介紹和講解 一系列的日本妖怪 本身已經紅透半邊天的特攝電視劇 Ultra Q和Ultra Man 加上奧特莫山所發布的雜誌 更炒結了當下的氣氛 究竟紅到什麼程度 這麼說 就連今時今日的令和天王 當年還是年幼的皇太子 Naruhito親王被記者引導他 舉行走去賣由奧特莫山 於1967年所出版的 《圖解怪獸圖鑑》 在當時亦引起了話題 順帶一提 Naruhito先生最愛的 就是七歲的時候 影響他最深的Ultra 7 說回來 從電視節目到市面上的雜誌 都走不掉怪獸的話題 造成在當時的日本 掀起了一股怪獸熱潮 奧特莫山可以說是功不可門 因此亦被冠上怪獸博士的名稱 只可惜 這個Hanimuthi只維持到1967年 傳統的怪獸和宇宙人的介紹和分析 已經無法滿足奧特莫山的腦袋 於是1967年 奧特莫山推出了一本名為 《怪獸解剖圖鑑》的雜誌 這本雜誌的內容直接將 Summer怪獸和宇宙人的身體活生生地浮開 完善他們體內的一切設定 這本雜誌的舉動 徹底辣著了 Hanimuthi打火 要知道 Hanimuthi出了名的特色潔癖 他曾經不止一次表示過自己 不喜歡皮套演員 穿著皮套 Curve Showface 因為他認為這本雜誌會令到 斗技的夢想破裂 偏偏 奧特莫山將這些怪獸和宇宙人的 生理結構 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分明就是破壞了其本身的神秘性 這樣叫觀眾以後 還怎能值視這些原本設定為 凶惡和可怕的怪物 不知這一切的Edge上的大仔 Ziburaya Hajime上就立即解除 奧特莫山和Ziburaya Pro的一切合作 並命令公司上上下的職業 從此以後禁止奧特莫山 踏入公司本部 甚至不妙的奧特莫山 為了今次要收復和Hajime上的關係 在Ultra 7 頁報的期間 通過秋田書店出版了一本命為 怪獸超度鑑彩色版的雜誌 當中涵蓋了從Ultra Q 到Ultra 7 第23集中登場的 100個怪獸和宇宙人的資料 奧特莫山希望通過這種舉動 嘗試可以彌補當時他所犯的錯誤 結果這個舉動不僅沒有獲得Hajime上的諒解之餘 更為日後的Ziburaya Pro的影視作品 賣下了一個相當勁爆的動火 我賤 話說在Ultra 7 的作品中 有一個名為Spel Seijun的宇宙人 登場於該作品的第12集中 這個宇宙人的誕生最初是作為該作的導演 Jitsouji Akio 和編劇 Sasaki Mamoru 在製作時的想法就是反行 結果在怪獸超度鑑彩色版中所記錄的Spel Seijun 是怎樣介紹他的呢 被爆星人Spel Seijun平時化作為與地球人相同的尺寸 受到放射能的感染 能夠巨大化高達40米 重達1萬噸 因為被地球人發射的核彈輻射所感染 導致身體出現雙疤 為了要吸取地球小朋友的鮮血 於是將宇宙手錶分發給小朋友 能夠從眼中發射出強力的溶解熱線 Spel Korsen 一旦被摸到的話 一次就能夠堆壞1萬人 飛行速度為Mach 20 關於Spel Seijun的設定 因為地球防衛軍為了對抗空殘的宇宙人的侵略 而開發出Spel Mood 炸彈 並在宇宙進行實驗 結果所散發出來的放射能 就剛剛好感染了附近的Spel Seijun 憤怒的Spel Seijun來到地球尋售 為什麼 這本圖鑑所記錄的Spel Seijun 不僅被冠上被爆星人的名稱 就連Spel Seijun的設定 跟Ultra 7本身的劇集 也有著很大的差異 劇中的設定是 Spel Seijun因為在自己的星球中 開發新兵器失敗而遭到放射能所感染 但在圖鑑中卻說是遭到地球防衛軍的實驗而縱成 內容簡直可以說是在誤導讀者 更要命的是 這本怪獸超圖鑑彩色版 自從1968年到1970年 就已經再版了22版 放在當時 這本圖鑑的受歡迎程度 可以說是風魔全國 所以你們可以想像得到 當時的內容是誤導了多少個讀者 而且這些內容在當時沒有 Bingo Zebraia Pro的審客 卻瓜子監修的名義 你可以說是Zebraia Pro的操心 你也可以說是 奧托莫山的無心之失 但正因為在這段期間 兩者都缺乏交流 等回過頭的時候 才發覺到大致大條流 事情的蔓延造成在1970年10月10日 引起了一場全國風波 大家想知道究竟是怎樣用的一回事 麻煩去看這條片吧 麻煩 Anyway Sperseggio就在這場風波中被官方永久封殺 而奧托莫山和Zebraia Pro的關係 亦因為這場風波 可以說是越走越遠 或者有些人覺得 奧托莫山根本就 不要介Zebraia Pro的Ultra系列了 又或者有些人認為 奧托莫山不專做 H山和他的團隊所打造出來的特色美學 但未必大家不需要想到這麼複雜 可能奧托莫山只是一個創意爆棚 但缺乏常識的人 在我們的身邊一定會有一種人 他們的想法相當奇大 怒度可能會開到相當大 但往往就會忽略了四周圍的一些 非常普遍的常識 或者完全不了解政治話題 而經常回錯意 甚至會出現是非黑白 經常會分不清的局面 只因為這一類型的世界入面 並沒有太多灰色地帶 說白一點就是內心只有自己的世界 對外界的時與物莫不關心 而奧托莫山很明顯就是這種人 用一種擇性來看待事情 自不然就會跟其他創作者的出發點 或者觀點有所不同 他沒有辦法理解 Edge山的特色美學 而畫出那些會破壞小朋友 幻想的怪獸解剖圖 他沒有辦法理解 Edge山和Mamoru山的反客理念 而扭曲了Sepel Sergen的存在 但即使他認知自己過錯後 想要彌補也來不及了 因為是1973年1月27日 一直以來都環有酵喘病的 奧托莫山在參加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的新年派對上 因為酵喘病發作而溶藥的時候 結果治療酵喘用的蠻黃鹼出現了Side Effect 導致突發性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2年36歲 而奧托莫山生前為了想要修復唐夏珠美山的關係 而籌備著一本名為Zubraya Eiji 留給日本影畫界的遺產的寫真集 可惜這本寫真集最後成為了他還未完成的遺作 得知這一切的夏珠美山 或者是心中已經原諒了奧托莫山 又或者覺得死者嫌疑 就算過去有什麼因緣也應該放下 於是就接手想替他完成這個遺願 可惜天意農人 1973年2月9日 也就是奧托莫山病世後的13日 Hajime山在家中突然之間爆血管 送到醫院沒多久就已經去世 享年41歲 最後這本寫真集是通過Zubraya Pro的合力才得現完成 而奧托莫山的墨碑刻著那樣的一句說話 Sora no Kanata Ultra no Hoshie Kabita Tzu 奧托莫山生前一直說自己不會活超過40歲 不知道是否常見聽到他的願望 於是就真的幫他實現 被他在40歲之前就離開了大家 離開了這個世界 其實Ultra 7第12集 Yu Sayori I will comment you will be Zubraya Pro永久禁播 也不完全是他的錯 我只可以說他是好心做壞事 不過奧托莫山生前的作品也影響了不少創作者 例如知名的動畫導演 Kumido Toshiyuki 年輕時 就是通過少年雜誌上的內容獲得了各種科幻知識和資料 而他所帶來的科幻知識也影響了這個社會甚至是整個日本 作為一位出色的藝術家 雖然他的肉體已經不在 但依然能夠留下無比豐厚的精神財產 希望我終有一天都能夠成為他那樣的藝術家 最後我也想問一問大家 你認為Ultra 7第12集沒那麼高興 不是奧托莫山的錯 A絕對是他的錯 他的罪就算死一萬次也不夠 B雖然有錯 不過人都已經去賣了含鴨蛋 是對是錯也應該放下吧 C5完全是他的錯 其實Zero 1 Pro一方也需要扶上多多少少的責任 B其他 歡迎在影片下載下來的Message給我分享 雖然Ultra 7活躍在這個世界 就真的只得了十年這麼大 加上還活躍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所以沒什麼人認識他亦是再正常不過的 希望通過這條影片能夠讓你進一步認識到 和關於這位怪獸博士AKA Otomo Shouji 生的日時 所以就 再見